今日国民党主席的总统马英九呢 今天南下高雄前往立法院长王金平 位在高雄露竹的老家 吊咽王金平的兄长王朱沁 而这也是呢在国民党全代会之后 两个人再度的碰面互动 而面对外界关注 两个人是否有破冰和解的可能 王金平在事后表示 两人没有谈建制 马英九只是单纯的治安慰问 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兄长过世 总统马英九南下高雄 特别前往调宴 王金平也做足礼数 从巷子口就开始迎接 只见两人不时交谈 马英九更是眉头深锁 表现出关切之意 总统有跟院长说什么吗 马英九只停留十五分钟 就匆匆离开 而过程也因为丧家 不愿意受打扰 不开放采访 连总统府的新闻官 都留在场外表示尊重 事后王金平说 总统只是单纯表达慰问 并没有提到政治 没有啦 这个时候怎么会提呢 他在槌寻家兄的各种病况 还有这个往生之前的医疗的状况 虽然强调没有提及党籍案仪式 但对于马英九此举 是否有助于双方关系 王金平只维持一概论调 强调为党为国家奉献 是他不变的立场 绝口不提双方会有谁先退一步 记者王金冲锋招全高雄报道